清朝时期,苏州的潘氏家族中,有一名潘老先生,他为人非常宽厚、仁慈、善良。 平时,他常常本着一颗志诚恳切之心,去帮助救济他人,为别人解救危难,接济那些贫困的人家,照顾孤儿、寡妇等等。 一天,潘老先生想为仙人挑选一处坟地,他带着风水先生来到了一座山里,他们在这山里来回走了好几遍之后,风水先生终于挑选好了一处风水好地,只是,潘老先生不知道这土地是属于谁家的。 再加上,此时,他们已经走了很久,都有些累了,便一起来到附近的一家饭馆里,点了几盘小菜和一瓶小酒,坐下来吃饭歇息。 同时,打算向这酒馆的老板打听,那山里的地是谁家的? 哪知道,这店老板见到潘老先生后,连忙低头弯腰,拱手朝潘老先生连连作医,直呼,恩人来道,有失远迎,搞得潘老先生是一头雾水。 他仔细地打量起这店老板,原来,这店板是之前,他一个邻居家的儿子。 十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夜里,潘老先生一家人吃完团圆饭后,都各自回房休息。 潘老先生经过厅堂时,发现有一个身影,正匍匐在厅堂前一个黑暗的角落里。 他拿来灯竹一照,发现是邻居家的儿子。 潘老先生问他,你为什么在除夕夜里来到这里,而不在自己家里与家人团聚呢? 邻居家的儿子局促扭捏了半天,才说道,是我没出息,平时常常去赌博,如今欠下了很多的赌债。 今天是除夕夜,那些讨债的人追得很急,我没有别的办法,迫不得已,便想趁着夜黑,偷一些东西暂时度过。 现在,既然已经被您抓住了,只想请求,老爷您能饶我一命。 潘老先生听后,并没有继续对他追问,反而对他很同情。 他问邻居家儿子,需要多少钱,才可以还清你的欠债呢? 邻居家儿子回答说,需要十两银子。 潘老先生说道,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就好了。 说完,他便安顿邻居家儿子,先坐下来,自己则跑进里屋。 不一会儿后,潘老先生又回来了,他手里还拿着二十两银子,他把银子递给邻居家儿子。 说道,这里有二十两银子,你拿一半去还债,另一半,你就拿去做点小本生意吧。 我不期望你日后还我银子,只希望你能借掉赌博的恶习,勉励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。 如此,我发誓,我不会将今晚的事告诉给别人。 邻居家儿子听后,十分感动,他接过那二十两银子后,流着眼泪,向潘老先生败谢而去。 从此,他便悔过自心了。 他很感激潘老先生的恩德,并谨记潘老先生的劝导。 他还了赌债后,便来到这里,开了这家酒馆。 因为他做生意诚实,为人又和气,所以酒馆的生意,一直以来,都非常好,收入非常可观。 他有了一些积蓄后,便买了那块地。 现在,他也已经娶妻,生子了。 他见到潘老先生后,非常高兴,热情地挽留潘老先生,一定要在这里住宿,多停留几日。 潘老先生见到他已经重新做人,日子,也过得很不错,很是替他感到高兴。 潘老先生顺便向他打听,自己刚刚考察的那块坟地的情况。 邻居家儿子回答说,那块地,是我早先买下,准备用来安葬仙人的。 如果恩人觉得那块地好,我就把它送给您吧。 潘老先生认为不妥,便拒绝了,邻居家儿子再三请求,说,没有当初恩人的宽宏大量和出手相助,就没有今天的自己。 自己能有今天,全是脱了潘老先生的福。 多年以来,自己一直无以报答恩人。 这块地,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,请恩人务必收下。 恩人您有大福德,那块好地,本应属于有福德之人啊。 最后,潘老先生答应收下那块地,并以重金补偿给了邻居家儿子,还写下了字句为证。 有几位见过这块地的风水先生,都认为,这是一块风水宝地,能因婢子孙出状元,宰相。 果然,潘老先生将先人安葬在这里后,没过多久,家族里,便有两位后人,先后考中了晋士。 后来,潘氏家族里,陆续有后人,高中了状元,叹花极地,晋士极地。 潘氏家族,后来晋朝当大官的人也很多,出了许多名人能士,其中较为现在人所熟知的一位是, 曾举荐林则徐的清朝大臣,大学士,潘氏恩。 他是乾隆58年的文科状元,历任礼部,兵部,护布侍郎,内阁学士,上书,左都御史,军机大臣等。 类官至五英殿大学士,太子太保,家太府。 据其好友相传,潘氏恩先生为人也非常宽厚,具有宰相的度量。 他的仆人中,有犯了严重过错,应当被驱逐的,他也不会当面斥责,只是在家里偏僻的地方,贴一张纸条,让犯了错的人自己知道,而自行离去。 有道是,积善之家,必有于庆,多做好事,广积善行的家庭,其子孙后代,必然会得到福责,日后安享于庆之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